宣傳這次初中的歌曲 現場所有的嘉賓們大家好 大家晚安 現場各位貴賓 記得陪我們大家好 晚安 哇 今天兩個真的是聚南美女的搭檔 謝謝 我要先來問問看昭蓉哥 這個迷人的氛圍 你對坎成一講應該是蠻熟悉 應該不陌生吧 嗯 是 是 因為我聽到人頭馬這個品牌 因為推出了這個坎城的紀念酒 然後我當時想到當年在1994年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拍了李安導演的電影影視男女 然後第一次拍李安導演的電影 他那部電影就入圍了坎城導演雙周的單元 所以我對坎城有非常豐富的情感 這樣的意思是說你好像把這個好運帶給了李安導演 不是 是坎城的好運 然後成就了導演 然後也成就了我 而且我覺得身為電影人 這輩子一定要去過坎城一次 為什麼 因為走過坎城的紅地毯之後 你才會享受到 哇 電影是一個很像一個成年的好酒一樣 就像人頭馬這麼有品味 今天我們人頭馬集團特別把現場 變成了一個法國坎城店 你覺得有像嗎 有 我剛剛走上來的時候 我就感覺 哇 這個感覺很像那種很浪漫的氣氛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應該要好好的品嚐一下人頭馬 聽說張榮哥自己私底下很愛人頭馬這個品牌 是 因為當年呢 我在拍阿成這部電視劇的時候 因為戲裡面呢 我要詮釋一個總裁的那個角色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生意的經驗 然後在這種事業的基礎上 也沒有辦法去請教別人 所以當時我們的那個編劇鄭文華 然後他在寫劇本的時候 他通常都會小說 那個VSOP 所以當時呢 他說 阿成你要把這個企業家總裁這個角色演好的時候 那你當你月生日記的時候呢 你看著劇本 你倒一杯VSOP 好好的品嘗 你一定可以揣播出企業家的味道 結果呢 阿成那部電視劇真的 很紅耶 要脫你的福氣這樣 哈哈哈哈 原來人頭馬有這種功用 張榮哥 我馬上要變點師妹了 如果我把你這招學起來的時候 我也可以當影后嗎 對 你要圈過我這關 我當然是開玩笑的 影后一定先啊 家綺 不要這麼說 不要這麼說 我在努力當中 其實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張榮哥一起參與這個盛會 那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希望可以拖人頭馬 拖張榮哥的福氣 讓我有一天也可以要串國際舞台 那家綺平常有沒有在家裡小卓這種習慣 小卓真的會 而且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像最近因為接了一些新的主持節目嘛 台灣No.1 就像我們人頭馬一樣 No.1的節目 那平常就是要做一些功課啊 看看書 或者是想一些東西 我覺得小卓兩杯之後那種微醺的感覺 有時候可以給我更多的靈感跟創意 靈感來源 那剛剛說這個佳琪 對啊 你還沒有去過法國看前景展當地嘛 對 對不對 那可是你有拍國外電影的經驗嗎 對 其實是在剛出道的時候 有這個緣分啦 然後被導演向中 那是一個跨國際的合作 有日本 國外還有我們台灣 那就參與了 非常開心 但是我覺得那對我來講還是 只是一個開始 對 我們未來還有非常廣闊的 希望夢想可以達成 對 我希望今天你經過人頭馬之夜之後呢 加持 下次直接再趕城走紅地台 喔 相當的期待 好 其實我們知道這樣 那個招榮哥跟家綺兩個人真的相當厲害 因為身兼很多很多的身份 像招榮哥的話 他以前 我可以說是資深演員嗎 因為我們真的從小看你戲長大的資深演員 然後又是經紀人 然後最近又開了這個科技公司 跟這個購物網站的老闆 真的很厲害欸 其實呢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運氣滿好的 當時因為阿成那部電視劇呢 他是因為有揣摩系列家嘛 然後我在運錄的過程中 然後我累積了這麼多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在戲劇中 我運用在現實的生活中 一步一步在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所以你在戲劇演那個老闆的這個技巧 也都可以拿到現實生活中使用對不對 哇 那家綺呢 他以前是model 然後又是演員 最近又變身成主持人 也真的是相當厲害的 我覺得上帝很眷顧我啦 不只是在工作上面 有很多不一樣的角色的扮演 在我個人的生活上面 也是很多不同角色的扮演 所以我覺得 我的人生很精彩很豐富 我很喜歡 對